我是杜莫星啊 今年25岁 要说我的故事啊 还得从我那不争气的哥哥说起 我哥啊 那是个毒鬼 杜的家里啊 都快截不开锅了 咱们调调条件啊 不错 两套房子住的舒舒服服 结果 他硬是把两套房子拿去抵押 家里的日子啊 一下子全都毁了 我妈啊 整天唠叨 我爸也没了脾气 家里面乌烟瘴气的 最惨的 其实还是我 本来啊 都已经打算结婚了 婚期都订好了 就因为我哥欠债的事情啊 男朋友家里一听 立马就不干了 说我们家是个无底洞 怕是填不满 男朋友啊 也就顺着他爸妈的意思 跟我提了分手 其实我知道啊 他是挺无奈的 但是说真的啊 我心里那时候 真的是有气有恨 结婚不成啊 我被家里的各种事情 折腾的心反意乱 我实在是呆不下去了 就在这时候啊 我一个亲戚跟我说 不如啊 去云南大理散散心 那里的风景好 空气清新 最重要的是 离得远 可以躲开这些烦心事 我一听啊 行动了 索性收拾行李 去了大理 大理这个地方啊 真的是好山好水 好风光啊 尤其是河海 那景色真的是 美的没话说的 心里那些苦闷的 仿佛被风吹散了 于是啊 我决定留下来 恰好认识个酒吧老板 说我会唱点歌 愿不愿意 到他的小酒吧去住窗 我呀没多犹豫 就担忆了 反正呢 有点收入 日子先过下去 就行了 我呀 就这么开始 在大理的住窗生活 大理呢 是个旅行城市啊 每天都有各种 各样的人过来 热闹得很 但是对我来说啊 这样的日子 其实挺简单的 唱唱歌 看看人来人往 仿佛啊 一切都能好起来 可是呢 生活啊 总爱给人出幼儿子 有一天晚上啊 我在台上唱歌 正唱着呢 忽然发现 底下做个挺邪言的男人 闯着讲究 眼神里大哑着 说不清的一位 那天晚上唱完之后啊 他主动过来 跟我搭话了 自我介绍说 他叫周子明 是34岁 是个做连锁 超市生意的老板 在一间城市啊 有30多家店 每年收入 都超过800万 他说这些的时候 我感觉到啊 他眼里 真的有特别的光 好像能够随时 点燃人的欲望 老实说啊 我当时有点懵的 心想 这是什么 碰到什么天上 掉线饼的好事 还是说 这人在吹牛 周子明啊 明见着说了不少 给我讲了 大概他的事业 还夸我唱的好听 长得漂亮 然后问我啊 愿不愿意当他的情人 每年给我40万的费用 听到这话呀 我不知道该怎么反应了 不是我没有见过世面啊 而是这种话 真是让我有点难以置信 可是啊 我这当时真的缺钱 家里那边乱成一麻 我又刚跟男朋友分手 心里啊 正是最脆异的时候 他这议题啊 我对人那一天是拒绝的 但是40万的数字啊 对我来说 太有优合理了 于是我就跟他说 我呢 得考虑 回去之后啊 我脑子里全是 周子明 那个笑眯眯的脸 在他许诺的40万呢 说实话 我其实是挺害怕的 觉得自己啊 可能会被他骗 但转念一想 我又没有什么 好失去的了 反正人生都乱成这样了 再差 也差不到哪去了吧 经过几天的纠结啊 我呢 最终还是担意了他 周子明啊 看起来很高兴 他带我去到各地去玩 一开始啊 还挺规矩的 对我也是特别的温柔 给我买东西 带我吃好吃的东西 那天 他提出带我去 尔海散散步 我也没多想 跟他去了 完了一天呢 心情也放松了不少啊 后来他说太累了 想去酒店啊 休息一下 我呢 犹豫了一下 想着 反正钱都拿了 人也不是小孩子了 心里啊 就硬气了一些 跟着他 去了酒店 进了房间啊 他呢 把我拉在沙发上 轻轻地搂着我啊 开始亲吻我 我一开始啊 有点不自在 觉得这是太快了 但是周子明啊 特别会哄人 一边说话 一边轻抚我的头发 让我放松下来 那晚啊 我们在床上 长眠了一阵 他呢 温柔又强势 让我渐渐啊 放下了防备 后来 我们又在沙发上 继续 他呀 手法手练 仿佛特别知道 怎么让人沉沦 等了一会啊 他拉着我去了浴室 我们在热水的包围下 忘记了一切 现实的烦恼 那晚啊 我们在房间 折腾了三次啊 搞得我整个人是 又累又兴奋的 说实话 那晚过后呢 我呢 对他确实是 有点感情的 应该是因为寂寞吧 应该是我 需要一个寄托 我呢 今天开始依赖他了 我们每天都是 溺在一起 他呢 总能逗我开心 让我忘记 我生活的烦恼 那日时间啊 他就是我生活的重心 我甚至开始幻想 我们以后可能 真的会有 更稳定的关系 周子明啊 在我在大里 完了一个月 他跟我说啊 以后会带我去 更多地方 临走前 给了我五万块钱 说是这段时间的补偿 还给了我啊 他的地址 让我以后 有机会 可以去找他 我心里啊 特别感动 觉得自己啊 总算是遇到了一个 愿意对我好的人 虽然啊 他没有说什么 跟我有更长久的关系 但是啊 那时候的我 已经满足了 可是啊 人总是 沉浸在自己 构建的 美好幻想中 现实啊 却会常常的 给你迎头一击 周子明走了之后呢 我呢 沉浸在 他给我那段 美好的承诺里面啊 结果还不到一周啊 他的电话 突然打不通了 微信也不回 我的心思啊 越来越欢 觉得事情 好像不对劲啊 我等了几天 实在是忍不住了 鼓起勇气 按照他给我的地址啊 去找他 我也一路想着 各种可能性 但是无论怎么想啊 我都没有料到 现实竟然 我都没有料到 真相竟然会是 这么的残酷啊 到了周子明给的地址啊 我一下子愣住了 这里 并不是他 口中说的豪宅区 而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小区 心里啊 还抱着一次侥幸 我在小区门口 问了保安 说我要找周子明 保安瞅了我一眼 问 是不是那个送货的 我一下子就懵了呀 怎么也没想到 他会是一个送货员 我试着跟保安 再确认几次 得到的答案呢 依旧是这么如此 原来呀 周子明根本不是什么 连锁超市的老板 他只是一个 普通的送货员啊 那些关于豪车豪宅故事啊 全都是他编的 他的代理是因为 公司派他去送货 而他那段时间啊 之所以每天能陪我 是因为他把生活 唠在了一边 结果因为这事 他回去啊 被老板开除了 我站在小区门口啊 感觉到自己片空白 这个人掉进了冰窟灵里 我才意识到 原来他不过是个普通人啊 跟我一样 在生活中挣扎 只不过呢 他是比我更会编故事而已 见到我去找他啊 周子明是挺尴尬的 他呢一直低的头 不敢看我 我们坐在小区 门口的长椅上啊 他终于开口跟我解释 他说 他其实很喜欢我 但是他知道啊 如果不编点什么 怕我看不上他 所以啊 他编了那些谎话 他越说 我越觉得可笑 心里对他那些感情 随着他的话 一点点冷却了 我不是没有见过欺骗 但是这一次啊 我是真的伤得挺深的 那一刻啊 我忽然意识到 自己不过是个笑话 我自以为遇到了 对我好的人 结果到头来 他只不过是个普通的打工仔 我的梦啊 彻底碎了 也许是自作自受吧 我呢 真的灰溜溜的回到大理 重拾铸唱日子 我再也不敢对任何出现的机会 心存幻想了 生活给了我一记狠狠的耳光 让我明白了 不管你是怎么幻想 现实都是这么残酷的 现实总是冷酷的 在大理的日子啊 依旧继续 我呀唱着歌 面对着来来往往的游客 有时候啊 我会看到那些坐在角落里的男人 心里会闪过一次疑问 他们是不是也像周志明一样啊 戴着面具 编造着虚假的人生来掩饰真实的自己 不过这些呢 我都不想再去深究了 我呢 没什么兴趣听别人的故事 我的生活啊 依旧是很简单的 继续着日复日的筑畅生活 我呀 不是个完美的人 生活也远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简单 我只不过是个在风景如画的大理 漂泊的小人物 有过期待 也有过失望 也许啊 有人会觉得我傻 为了钱去追逐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梦 也许有人会笑话我 为了个虚无缥缈的承诺啊 去迷失自己 但呢 这就是我 杜莫星 一个生活 一个在生活中迷茫过 跌倒过的人 周志明的故事啊 只不过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小插曲罢了 他给了我一场虚假的美梦 也让我看清了生活的冷酷 到头来啊 我还是一个在大理唱歌的小姑娘 我呀 没有富豪 没有豪宅 但是呢 我有一颗真心 有一份对生活的执着 大理的风啊 吹着 儿海的水依然清澈 我的生活啊 依然平静 也许有一天呢 我会遇到真正我的幸福